那我们欲求竞争,而不是竞争 中方不回避,也不惧怕竞争 中方一向认为 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 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中方不回避,也不惧怕竞争 但我们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打着竞争的旗号 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 限制别国的正当发展权利 甚至不惜损害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所谓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三原则 来处理中美关系 同时也将坚定捍卫中国的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 美方应该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与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